深处台各位观众 我们林玫医生继续帮我们 讲一下除了美丽的样子 还有一个美丽的身体 一年来很多集说了 如何可以大肚腩 或者身形过半 如何有懒人的运动 又有健康的运动 如何做到不同的效果 我想问一下 很多人有需要找abouts癌和美容 找不同专业的人士帮忙 随要说大股脏的罪例 也算是大股的 除了大股闪髋一些问题 还有无 min 学省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到 为何生民专家的 phenomena 有时候有有松弛问题 或过大问题 去整形外科 譬如乳房过大或太下水 或生完小孩后肚皮太松弛 或很多皮多了 那些便需要做到手术 譬如小腿或肌肉位置 亦有医生用手术方法去处理 小腿可能是夹了脚 女士的高跟鞋多 会否这样形成小腿会比较粗 这可以有补救 通常会用注射浴毒素方法来处理 因为是较为简单 亦不需要康复 没有恢复期 有些医生会选择比较永久性的方法 可能是处理神经线或肌肉 令到小腿再修饰 明白 那真是漂亮 其实还有些什么 例如看上去又不是大小的问题 还有些什么情况 刚才说了几样东西 是否就是这些 这些身形又不是太大又不是太小 总之不漂亮 我见过夏天章志时 有些认为身形又不是很健康 但不敢穿泳衣 或者不敢穿短一点的褲子 不漂亮 那些是什么情况 其实有两个情况 一个我们叫铲皮纹 一个叫任神纹或生长纹 其实很多人都会骂亂 铲皮纹和生长纹有什么分别 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屁股、大腿 有时在腰间的位置会出现 如果铲皮纹是说一些 好像铲皮表面凹凸凸的情况 它未必是肥、未必是过重的 但正常体重都可以在那些位置 会有起伏不平的 好像铲皮一样的脂肪出现 这个我们叫铲皮纹 对,有很多女士美女 她的臉是很有心思 但那些位置会出现皮肤凹凸 总之不够干滑 刚才所说的那些纹理 那些是天生还是什么 是否是荷尔蒙影响 那些原因是中雪昏云 有些人说是遗传 有些雪化可能与女性荷尔蒙有关 其实她的淋花循环 那些都可能会有关 其实脂肪呢 她的大腿脂肪 如果铲皮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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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有些 均匀的脂肪 有些软组织是黏住了肌肉和皮肤 那些软组织是开始松弛的时候 抬不住越来越膨胀的脂肪 所以一格一格的脂肪就会凸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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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未必可以完全 100% 但看起来都舒服点 有时可以很凹凸 好像月球表面 但做了之后会滑一点 或者没那么角 当然有些仪器需要定期继续做 有些仪器可能也是一次性 其实减重也会有帮助 减重也有帮助 脂肪比较少 又可以用肌肌减脂肪 又可以做滑一点 几个方法一起做 都是一个好的方法 会更漂亮一点 女士的脚很漂亮的时候 可以穿一些热褲出来 夏天章智的时候可以更漂亮 我看到很多坊间 是否有些药膏有用或没用的 都是减脂肪相关的 其实外用的东西 要到脂肪层才有用 但外用的活性成分 其实很多时候 都滲不了入那么深入的地方 即是要找专家问清楚 这件事应该如何做得好些 才有这样的效果 明白 多谢林医生给了很多 多谢林医生给我们